大家好,我是艾瑞,然后今天想给大家看一看我这些年买的很多很多关于柯南的周边 因为前段时间我感觉柯南的比如说动画什么的都是动画原创 然后也很久都没有漫画改编的动画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做视频的热情 但是最近这个动画系列又是漫画比较有意思的内容 就是基德跟评次的那个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然后最近漫画好像也迎来了高潮、勤酒、水无林的这种都时隔不知道多少年重新登场了 为了庆祝这一盛事,然后就把我珍藏多年的这些柯南周边来给大家开一些箱 然后最后还有一份礼物想送给大家 我好像一直周边都是买官方周边比较多 一个是我觉得质量比较有保证,第二个是大家支持正版 先给大家看的是我去年去那个鸟曲就是青山的住乡 然后它那个地方叫北荣丁 在那里就整个小镇吧,好像有四个地方有什么杂货铺啊 然后和米花街那里齐齐四个地方盖章就可以送一份小礼品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明信片 还有邮票 可以去看我那个柯南小镇的Vlog 对,看北荣丁2019 然后还这个贴纸和卡片应该都是送的 米花香店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买的一套柯南跟赤井的贴纸 这个当你去那个柯南的纪念馆还是赵博物馆那个通关了之后会有一个纪念证 然后这个也是鸟曲限定 因为柯南在日本的很多旅游景点它都会有那种当地的限定 就是一个全钱收法 然后这是在米花香店街的那个波洛咖啡厅买特特跟小子的 然后这个是鸟曲柯南小镇的地图 明信坦柯南花丁 非常有纪念语 然后这几个应该是我在大阪还是东京吧 我记得我是去年还是前年去看这场版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两个吃安的设定集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看电影的时候买了一个 然后去Anime店的时候又买了一个 所以我打算这条视频下面抽一位九汉柯南的朋友送出去 然后还买了一本安时透官方的 这个只有一本我要自己留着我就不送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这种设定集真的里面非常精美 比如说它就是那种初始设定啊 还有漫画的线稿啊什么人物关系的分析啊 我觉得就还蛮有建议的 反正我是蛮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当时剧场版是零的执行人上映吧 我是去日本看了电影 然后买一套贴纸 其实我一般都是买一个用来收藏 然后一个自己用来用 所以就买了两套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买的官方周边就是文件夹 因为文件夹是真的蛮实用的 然后又很好看 然后通过不同的图画你还比较容易去分类 然后这个是当时去日本的那个科学搜查展 然后后来这个展还开到了上海了是吧 我不记得 反正是应该是18年的夏天去东京参加的这个展 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那个文件夹 里面有参展的很多周边什么设定 然后当时参加科学搜查展 每个人都会有一张这个这个青山画的这个色紫 超级好看 非常喜欢一张 然后当时那个搜查展还有侦探手杖 然后其他会有很多互动情景 然后这个是搜查展 它的一个官方纪念册吧 然后里面有一个两米的海报 就是一米是安是凑一米是柯南 这个真的巨大 给大家翻下来看一下 剧场 真的剧场 对 这样的 当时在日本看完剧场版以后买了一本他的画 特林的机器人的设定集 非常好 我记得那一年是配合剧场版上映 然后安之痛还在LINE上面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微信上面有一个公众号 然后你发东西过去 它会给你相应的回馈 就有点像那种智能机器人的聊天 然后我当时买这个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还给了我一个LINE的名片 说你去加这个LINE的账号 然后安之痛就会跟你聊天 反正特别有趣 反正现在那个账号已经停止运营了 之前我还是涂上过 但已经没有回馈了 然后就是这一箱东西 对 这里有一个喝茶的安食堡 还有一个吃井的立牌 这个应该是在日本的anime店买的 这个当时是在北海道的韩馆山买的 就是刚刚说的 在日本的很多景点都会有这种 柯南合作款的小玩具 如果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们 可能知道我喜欢做手上 所以也买了很多这种柯南相关的交代啊什么的 还有印章 然后这里有 这是吃井秀衣的 然后充实帽 这是镜的 然后还有一个拖拖的 又洗衣卸箱 胶带 然后去年我还去了那个大阪的柯南咖啡厅 然后在门口排队的时候 有个小姐姐会来给你抽杯垫 然后我当时抽了一个毛利小伙子 然后我脸都绿了 然后那个我可能表情太过明显 然后那个小姐姐都在笑我 然后我朋友抽了一个艾斯托的给我了 非常开心 哦 环球影城的 下面写了 去年环球影城有柯南的密室 超级超级好玩 这是一个柯南的扭蛋 对 然后抽到的是镜的 这个真的超级可爱 一个毛哀的一个吊坠 但这个我也觉得是挺可爱的 深色的还没用 然后这个也是贴纸 像伊拉宝一样的贴纸 还用这一本也是之前在日本买的 就是名字是 Cyper Digester 应该像解密书吧 就里面的很多重要的主线的剧情 它都会概括一下 然后关于设定 然后青山达独酒问之类的 在搜查展上还买了一本张的手杖 然后这个小的鸡套夹我觉得很需要 然后里面还有眼签 然后就是林的执行人的本子 都没有用过 还有一个这个文件夹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的 就是下面写的在佛特利在鸟曲的柯南小镇买的 然后背面是酒厂 对面是透厂 然后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里面他还送了一个狭隘的明信片 你以为这些就结束了吗 本来想搬过去给大家看 但这个我是真的搬不动的 就是我买了柯南到现在为止的 就是动画剧场版合集的漫画 然后他还送了非常多的海报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重 并搬不动它 然后我还买过一件就是 当时好像是一个联名的 会员挨的衣服 我去换衣服了 我觉得这个衣服 其实还蛮正常的 下次什么时候去漫展的时候 可以穿穿试试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长按点赞 三连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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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